让我猜猜你最不喜欢吃的一样蔬菜是什么呢 苦瓜往往不是那么讨喜 但是它清热呀所以要吃 菠菜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呢 不是太好吃吗 但它补铁呀所以一定要吃 是不是父母们都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但其实菠菜含铁量高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而且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这个说法到底从何而来呢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1870年德国化学家埃里希冯·沃尔夫 对菠菜等绿色蔬菜中的铁含量进行了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每100克菠菜中含有3.5毫克的铁 这并不算太高 但传奇故事开始于它的一个小失误 在把研究数据腾操到笔记上时 它将小数点点错了位置 3.5毫克变成了35毫克 真的比实际含量多出了9倍 于是菠菜铁含量丰富开始深入人心 再加上非常巧合的是大力水手的创作者 埃尔茨西格恰好选择了菠菜作为大力水手的食物 进一步将菠菜推上了神话的巅峰 但实际上它之所以为大力水手选择菠菜 根本不是因为里面的铁 而纯粹是因为菠菜里面的维生素A含量比较高 直到1981年 一位名为Terry Hablin的生物学家 研究了相关的论文之后 才发现了这个标错了一个世纪的小数点 于是开始辟谣 在它之后也不乏科学家与权威杂志发生 纠正这个错误 但直到今天 估计大多数人还是相信菠菜是寒铁神器吧 好吧 不管怎么样 多吃菠菜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 就像冬天听妈妈的话 多穿一条秋裤一样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 他帮助你 我们来看